四个桌面 这个方式是个人上课还蛮常用的方式 在Linux下 它给你想要有几个桌面 就有几个桌面 在Unity部分 它预设给你四个桌面 那怎么调出来呢 你可以在桌面空白的一方按右键 选择改变桌面背景 在运作方式这边 这一个是看一下 这个如果把它关掉 打开来的时候 它会有四个桌面 预设四个桌面 那你可以关掉 你就没办法去切换桌面 就一个桌面 那我们就打开来四个桌面 为什么要有四个桌面 有什么好处 也就是说我个人上课还蛮常用的方式 比方说我会把ITLC监看学生的画面 我把它打开来之后呢 我是会把它丢到另外一个桌面去的 这边我会把它显示在另外一个工作区2 那他在哪里 他在第二个工作区块这里 也就是说我要看学生的画面的时候 我是跑到第二个桌面来看 那我上课的时候可能是第一个桌面 我把我的桌面打开来 浏览器打开或上课的内容打开来 在第一个桌面上面去处理上课的内容 在第二个桌面我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可能我预备的东西 或者我把教材放在第三个桌面 我把Squatch放在第三个桌面 等一下我待会要讲到 那我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 那我要上课 刚开始上课 我们可能先给小朋友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要上课的时候 我们直接切换到这一个画面 这样子做的时候 那很方便 老师在做资料的转换 或者准备的事 资料的准备 那你不想让小朋友看到的画面 你可以经由这样子去把它隐藏起来 或者是说直接藏在后面 他不是说到最小 他是不同的桌面更换 他是不同的桌面更换 那你不同的程式 你都可以利用这样子来去转换 当然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去把程式移过来移过去 最简单你是按右键 在你的程式上面按右键 去移到看要哪一个区块 那这算是相当好用的一个方式 在我们这边下面也有一个四个桌面的区块 你自己去选择 把它设定出来或者采用 这个是蛮选的一个功能 自己去调整就好了 那这边是他原始想要的 有的 那怎么做 如果你要把四个桌面调出来 就按右键 改变桌面背景 在运作方式这里 on Apple Workspace 这一个 这个是显示桌面的图示 就是这两个 这个是显示桌面 就是这一个 现在这一个 是切换工作 工作切换器 这一个是这一个 这样子